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有一句俗语 三月八吃春芽 说的是古语时节要吃香醇 因为这个时候的香醇最嫩营养最佳 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 今天老安就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香醇的功效 功效一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和性激素物质 对抗衰老补养滋阴 功效二 还有香醇素 健脾开胃增加食欲 还可以驱蛔虫 功效三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胡萝卜素等等 可以增强肌体的免疫功能 润滑肌肤 功效四 还有丰富的多分类物质 抗氧化 抗肿瘤 降血脂 降血糖 预防并治疗多种疾病 这里老安再给大家介绍两个香醇治病的小妙方 妙方一 治伤风感冒 将二十克的香醇 将二十克的香醇浸泡在食醋中十分钟左右 然后用沸水冲泡成汤 每天服一剂 可以分三次服用 妙方二 香醇 香醇是发物 有皮肤病的患者要慎吃 第二点 吃香醇可能会加重阴虚内热 所以糖尿病患者要酌情食用 第三 每餐30-50克为宜 不要过多 第四 吃了之前 用开水抄一下 可以减少香醇自身的雅硝酸盐的含量 香醇这么多的好处 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